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许多老人其实并不喜欢跟子女住在一起, 不同的生活方式跟饮食习惯, 因为彼此迁就,心里都有些说不出的委屈。 可在面对另一半走后, 留下的那个人日子就难免孤单了, 日子久了没人说话, 就特别想有个人陪在身边, 所以搭伙过日子在老年人群中不再是一件新鲜事。 对于搭伙, 很多子女也是半推半就, 保持默认的态度, 这种生活方式, 对于老人来说, 好处是身边有个人可以互相慰藉, 可问题其实也有不少, 对于这种搭伙过日子的生活方式, 三个老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七十岁, 顾阿姨退休职工。 我只有一个女儿, 婚后不久生了外孙, 前些年我跑去女婿家帮忙带孩子, 一直把外孙带到上小学才回家, 女儿女婿对我很孝顺, 也很贴心, 走的时候, 他们再三挽留我, 可是我心里明白, 那毕竟是女婿的家, 她也有父母, 如果我一直住下去, 早晚会影响大家的关系。 本来我回到自己家, 一个人过清静简单的日子会很高兴, 可谁知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大概是我在女儿家热闹惯了, 一下子冷清下来, 我就不适应。 原来的老姐妹经常来找我玩, 一次去郊外的旅途中, 我遇到了老丁。 老丁比我大两岁, 儿子也早已经成家, 老丁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人生活。 那次旅游结束, 我们留了电话就经常往来, 老丁对我很殷勤, 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他说喜欢吃我做的菜, 每次都还磨磨蹭蹭地不肯回去。 其实我心里也感觉到, 老丁对我有意思, 可有一天, 当他提出想跟我搭伙过日子, 我还是有些犹豫了, 虽然老丁偶尔来陪我, 我觉得很开心, 心里的寂寞感一下子就没了, 可真的让我住他家, 照顾他给他做家务, 我又有些担心。 老丁安慰我说, 生活是两个人的, 只要我同意在一起, 他以后一定会更多地照顾我, 我被感动了, 于是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一开始, 我们确实过得很幸福, 一起做饭洗衣, 闲的时候逛街散步, 可渐渐地老丁也变了。 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懒, 家务是一点都不沾手, 人也变得挑剔起来。 老丁的儿媳生了二胎, 老丁借口没找到保姆, 让我暂时帮忙带一段时间, 我信了, 每天他儿子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我很仔细地看孩子, 而老丁说反正他儿子儿媳晚上要来接孩子, 索性让我每天准备晚饭等孩子们回来吃。 从此在老丁家, 我既要带孩子又要准备一大家子的饭菜, 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 每天累得脚不沾地, 对于我的辛苦付出, 老丁就像看不见似的, 总借口说我要在家带孩子, 他就一个人出去溜弯, 把我留在家里干活。 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 我心里也奇怪了, 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姆呢? 后来还是老丁的大孙子的一句话, 才让我恍然大悟。 孩子说, 爷爷说弟弟放在这里给奶奶带, 既省钱又放心, 就不请保姆了。 原来老丁背后竟然还有这种算计, 他违背了最初的诺言, 自从生活在一起就彻底变了样。 老丁回来后, 我跟他摊牌, 本来我觉得老丁会理解我的苦衷, 可当他得知我不想继续带孩子时, 他竟然当场翻脸, 跟我大吵一架, 骂我自私想偷懒, 说他看错了我, 以为我贤惠的女人, 原来竟是这样。 老丁的话让我清醒了, 原来他要找的不是共同生活的老伴, 而是可以照顾他甚至他家庭的保姆, 在想明白之后, 我坚决离开了他的家, 也解除了我们的关系。 69岁, 吴阿姨, 退休职工。 我跟搭伙的老伴老葛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 虽然我们没有领证, 可在我心里, 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 我对老葛很好, 体贴他照顾他, 在他生病时, 不眠不休地服侍他, 可即便这样, 他还是很轻易地就跟我提了分手。 老葛退休工资五千多, 我当时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元不到, 虽然我条件不好, 但也没想占他便宜, 当初我们约好, 大家各出一千元作为共同的生活费, 拿着这个钱, 我每天精打细算, 既要保证不浪费, 也要保证每天的吃喝用度。 我很拮据地过日子, 老葛则重视外表, 每天穿得很光鲜, 他的兴趣广泛, 喜欢旅游, 跳舞, 下棋, 也会书法, 一开始他还带着我出门, 渐渐地就不让了, 而且我发现他对自己花钱很大方, 却对我极其吝啬。 有邻居说, 看到老葛跟一个女人经常在一起, 我半信半疑, 回来跟他说这事, 他急了对我翻脸, 可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 邻居没有说错, 老葛确实跟这个女人好上了。 一天晚上, 老葛回来跟我摊牌, 说搭伙过日子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关系, 如今他喜欢别人了, 意思是让我走, 我当时哭得肝肠寸断, 这两年多我在老葛家, 把他当最亲的人, 把他的子女都当自己的孩子, 自认为是最贤惠的人, 以为这样付出就能永远在一起, 谁知我错了。 搭伙生活, 这种关系本来就不靠谱, 像老葛这样朝三暮四的男人, 就是打着搭伙过日子的幌子, 对女人不负责任。 七十岁, 罗大爷, 退休职工。 当初我跟比我小十岁的王大姐搭伙过日子时, 我知道她退休工资不高, 而我一个月有六千元的退休工资, 于是我大方帝提出承担生活费, 王大姐只要对我好一些就行, 王大姐也欣然接受。 一开始我们过得不错, 王大姐温柔体贴, 家务事基本上不用我操心, 为了证明我对她的信任, 我每个月退休工资一到账就全部交给她, 她除了生活开销, 就会拿上这些钱给自己买衣服, 买护肤品, 我看着她美丽的模样, 心里也跟着高兴。 可我没想到, 一个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一开始王大姐对我的退休工资还比较满意, 可渐渐地随着她花钱大手大脚, 她就看不上这个钱了, 后来还迷上了跳交易舞, 经常半夜才回家, 我等她到很晚, 她一到家却要跟我分房间睡。 我很珍惜跟王大姐的感情, 希望她可以回归家庭, 跟我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于是讨好似的给她买首饰换手机, 每次刚买的那几天, 她对我的态度会好一些, 过了几天就又出去玩到半夜, 不到半年我在她身上就花了十多万。 后来王大姐一开口就跟我要二十万, 理由是她儿子结婚要买房, 可是这么大一笔钱我怎么会同意? 我虽然手里有一些积蓄, 但是钱不多, 那是留着养老的。 因为我不同意, 王大姐就在家里撒泼打滚, 还不让我睡觉, 我很后悔到了晚年, 因为自己的错误决定 过上了这么狼狈痛苦的日子, 心里后悔得要命。 想来想去, 我主动提出跟王大姐结束这样的生活, 王大姐跟我要了十万块才肯离开。 我自以为退休工资高, 就能找个照顾自己养老的老伴, 可我想错了, 宁愿花钱请保姆都不能找人搭伙过日子。 接触于 以上三位老人在搭伙过日子上都有失败的经历, 其实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因为各自的利益最终都以闹剧结束, 而没有原则又愿意妥协的一方, 必定吃亏到底。 说白了, 人到晚年, 要学会小气一点, 即便跟人搭伙过日子, 家务事不要大包大揽, 要懂得合理分工, 大家都做一些, 感情上不要一味地盲目付出, 别人对你好, 你也对他好, 别人对你不在乎, 大可不必一头栽进去, 做那个痴情的人, 金钱方面更要精打细算一些, 老人只有固定的收入, 除了退休工资就是积蓄, 而这些都是有限的, 经不起挥霍, 所谓花出去一分就少一分, 钱要花在刀刃上。 其实搭伙过日子, 想要幸福还是挺难的, 毕竟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观念不同, 大多都是为了凑合, 也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 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 人到晚年要小气一些, 付出要谨慎一些, 糟心事才会少一些, 日子才会过得舒心。 在生活中, 说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天天都说话, 不一定代表会说话。 很多时候, 一方滔滔不绝, 一方被频频打断, 看似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但其实两颗心, 已经越走越远。 让一段关系, 从亲密走向分崩离析, 只要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就够了。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 却要用一生学会掌握说话的分寸。 这句委婉事道歉, 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 我刚才在气头上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确实, 一个人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 很容易口不择言。 亚里士多德说, 谁都会生气, 这很容易, 但用正确的方式生气很难, 生气是很难被控制和调教的情绪。 他更想, 是一种直觉反应, 所以说气话虽然不能完全当真, 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生气时的状态, 言行, 来推测他真实的内心想法, 以及隐藏的性格特征。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无论你有多生气, 千万别说这句话。 人世间有一种情绪叫做生气,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 人一旦带着自己的情绪就容易失控, 言行举止都会造下恶业。 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生气的果报, 一定要记住, 一人越生气, 福气越少。 书上说, 当我们冲别人扔泥巴的时候, 首先弄脏的是自己的手。 当我们冲别人发脾气时, 首先消耗的是自己的福气, 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很难有大的成就, 因为他的福报承载不了, 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常常会在不经意间伤害自己的身体, 也伤害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感情。 一定要在生活中学会修炼自己的脾气, 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不外露的人, 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克制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脾气。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先学会处理掉自己的情绪, 才能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为被情绪裹挟着做出的决定最容易犯错, 因为在情绪克制的情况下, 当理性回归人的大脑时, 头脑财, 能冷静客观地做出最公正的评价, 都说做人要退一步, 才海阔天空。 不要为了无所谓的东西起争执, 不要为了无所谓的东西起愤怒心, 因为确实伤人也伤害自己。 一个人最大的成熟就是早已学会了不动声色地做事情。 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时间久了, 脸上就会留下力气, 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他身边留不住任何人, 因为没有人可以受得了他的脾气。 而且你要知道, 坏的脾气是有吸引力的, 当你越容易发脾气的时候, 就越在损害自己的福分, 当你越容易发脾气的时候, 你的生活中吸引到的都是最差的事情。 经典上说, 时间之急, 莫过猛风, 怨念之止, 复苏于彼。 一切如来, 金刚, 天等及五通仙, 不能救护发脾气。 叫做火烧功德林, 一把怒火把一切福德烧尽。 从前有位修道的人, 苦心修行很多年, 但是生活却依然穷困, 甚至妻离子散。 他不明白自己潜心修行, 为何还会这样? 于是跑去问大师。 大师对他说, 那是因为你常常发脾气, 即使佛菩萨有再大的神通, 也敌不过你造下的罪业啊。 这世上有一种永远亏本的生意, 那就是发脾气。 当你生气的时候, 福气就远离了你。 坏脾气就是心魔, 你控制不住它, 它便将你吞噬。 脾气越好, 福报越多, 脾气越差, 坎坷越多。 那些看似心大有福的人, 不过就是能人。 二人越生气, 气运越差。 国语云, 一念称, 心起百万丈门。 分开, 灾祸从木起, 万病从忧生。 拥有一份好脾气, 是人生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是一辈子的福气。 好脾气的人, 平淡而随和, 就像水一样滋润着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大家都喜欢跟他他的人相处, 自然而然, 人气和财气就会很旺。 坏脾气的人, 说好听点是大家敬重, 说难听点叫惹不起, 躲得起, 最后他他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 事业, 家庭, 人际都会越来越差。 坏脾气和好福气是冤家, 此消彼长, 越有本事的人, 我们会发现脾气会越小, 越是没本事的人, 反而看什么都不顺眼, 一点小事好像就能让他火山爆发。 所以我们毕生都在修行, 修的就是一份好脾气, 脾气修好。 好了, 福则自来。 一个人一生的福气都要靠一点一点的积累, 但你的一次坏脾气就会消耗你积累多年的福气。 脾气越好, 福气就越深。 生活中最傻的人, 就是只会用脾气来解决问题的人, 这样只会让结果变得更糟。 三国时期的张飞脾气是出了名的暴躁, 对士兵非常严苛。 刘备经常指责他用刑太严, 甚至有时杀错人, 用每日鞭打犯错误的军官, 打完之后还把这些人安排在身边, 一点防备也也没有。 刘备说他这样下去必会惹祸上身, 但张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之后他让范江张达三天内置办白棋白甲, 准备攻打吴, 但是二人知道三天绝对无法弄好, 所以就向张飞提出要宽限时间, 可是张飞不仅没有。 宽限时间, 还把他们各打了五十遍, 并说两个人如果超出十线就要杀头。 范达两人便利用张飞经常醉酒, 在晚上把张飞杀了, 然后逃去了吴。 当刘备一听到张飞的军营都督 有紧急事情上报时, 就猜到是什么事情了。 刘备说, 一非死矣, 还有一代枭雄西楚霸王项羽, 个人能力超群, 不管是才智还是武力, 都是绝顶强悍。 但是项羽极度缺乏项刘邦的脾气和谦逊。 项羽的脾气极差, 导致自己手下无人可用。 成大事之人并不是靠的单枪匹马, 坏脾气就是导致人生失败的关键因素。 脾气暴躁的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行为, 而失去财富和好运, 然而觉醒的人却能够在恼火的事情上保持冷静处理。 问题得当, 从而获得更好的结果。 这种优势是觉者独有的。 脾气大的人往往情绪波动较大, 容易被小事情激怒,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 甚至对身边的人进行攻击和伤害。 这种行为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 还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 相反, 觉醒的人能够保持冷静, 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能够理智地分析问题,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三, 骂人罪消福禄 俗话说, 一言折尽平生福, 或从口出。 骂人罪消福禄, 如果不及时停止, 福禄会越来越少。 狮子中有云, 中古之声, 怒而饥之则武, 忧而饥之则悲, 喜而饥之则乐, 其意便其声。 灯一遍中古的声响, 发怒时敲击显得威武, 忧郁时敲击显得悲伤, 而喜悦时敲击则显得欢乐。 奏乐者的情绪不同, 中乐之声也会随之改变。 人的情绪时刻都在影响着自身的观念与行动。 而人活于世, 难免遭遇不顺心的人于世, 而基于本能, 此时人会生气, 动怒, 甚至还会有想骂人的冲动。 当愤怒的情绪开始涌现, 很容易导致局面的失控, 不仅会害人害己, 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由恶因造下的恶果太多了。 《地藏经》中说, 我们众生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 都要承受无穷无尽的果报, 实在是可怕。 而针对当下的这个时代, 我们最容易犯造成的罪过又极大的恶因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恶语的果报。 恶口骂人, 随意指责他人的毛病、 缺点, 甚至于嘲笑别人的短处, 给人起不良的外号, 导致对方心情不愉快, 生气的都是恶语。 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语言是极其有力量的。 古人说, 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可以丧邦, 足见说话有多么重要。 很多事情的成与拜, 都是就是由一句话给决定了。 从佛法上来说, 修行人最计称怒, 因为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一念称怒可以火烧功德林, 把你所有做善事积累的福报, 全部都消耗殆尽了。 而如果他人因为你的一句不中听的话, 而心生称恨, 你让他无比地伤心, 生气, 甚至绝望, 这等于毁坏了他的所有功德。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这个罪过实在是太大了。 我姓李, 今年48岁, 我是一名住家保姆。 我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因为我文凭低又没有技能, 做保姆虽然很辛苦, 但是这是我认为最挣钱的工作了。 我跟老公都是农村出来的, 如果当初待在家里, 只能跟公婆一样, 守在田里一辈子, 于是我们决定出门打工, 原先我们都在同一家服装厂里上班, 两个人从早做到晚, 算上加班费也能挣到八千多, 除掉生活费, 再寄回老家一些, 每个月也能存上一些。 可后来, 老公突发疾病走了, 公婆一下子也倒了, 家里的重担就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后来厂里的效益又不好, 每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就跟着厂里的小姐妹出去给人家做保姆。 吴先生是我服务的第二位雇主, 他是一名七十岁的退休老干部, 老伴去世后, 他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于是请保姆上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我们谈好每个月四千五百元包吃住, 所有的家务都归我负责, 一番接触下来, 我发现这位吴先生是个风趣幽默又好相处的老人。 他知道我的处境, 不仅没有小瞧我, 反而总是安慰我, 以后总会慢慢好起来, 等把孩子培养成人就能看到希望了, 听了他的话, 我渐渐也有了信心。 为了在这样善解人意的雇主家长期做下去, 我每天都很努力把每一个工作做好, 而吴先生看我不停地干活会时不时叮嘱我些一些。 吴先生的家境很好, 一个人住着一百五十平米的大房子, 装修既豪华又充满了书香气, 他的儿子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提起自己的儿子, 吴先生总是非常地骄傲, 说儿子又出息又孝顺, 是他最大的安慰。 一天,公公突然打来电话, 说婆婆在家病倒了, 等我请好嫁回去一看, 婆婆的脸色差得很, 我们赶紧把她送去医院, 这一查把我给吓坏了。 原来婆婆得了胃癌, 医生表示要赶紧做手术, 我当时心就慌了。 老公去世不久, 家里那点积蓄都花完了, 如今我靠着这份工资又要养老人, 又要养孩子, 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婆婆治病, 没办法, 我带着一脸的忧愁又回到了吴先生的家。 我忧心忠忠地准备饭菜, 等饭菜上桌,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跟吴先生说了这事, 吴先生安慰我, 就在这时我提出了心理的请求。 我想向吴先生借四万元, 给婆婆先做了手术再说, 吴先生想了一会儿答应了。 到了第二天, 他去银行取了钱, 我给他写了借条, 上面把还钱日期都标注清楚, 吴先生看了一下就收了起来。 手术做完了, 可婆婆的治疗效果没有预期好, 后期治疗费还要三万多, 我跟亲戚借了一圈一分钱都没接到, 没办法, 我又硬着头皮跟吴先生开了口。 这一次他又借给了我三万, 再后来我又开口借了两万, 这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借了九万元。 因为借钱的事, 我心里也不自在, 每天看到吴先生我内心就很愧疚, 我发誓要好好照顾他, 并且要尽快把钱还清, 而吴先生看在眼里, 他什么都没说, 不仅如此, 在一个月后还主动加了我的工资, 每个月我的工资变成了五千元。 不仅如此, 后来吴先生总在聊天时安慰我, 他还很关心我的家庭情况, 问我婆婆的身体状况, 问我孩子的成绩, 他的关心与重视, 让我疲倦的内心感到很温暖。 一次吴先生的儿子一家回来, 吴先生提前通知我准备了一桌子的菜。 那天, 他儿子带来了很多高档的礼物, 就连水果都是我没见过的, 他们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聊天, 我在厨房里忙着烧菜。 等菜都上齐了, 我本来打算进屋休息一会儿, 谁知道吴先生再三邀请我一起上桌吃饭, 以前就吴先生一个人时, 我们是一起吃饭的, 但是他儿子一家过来, 我就不好意思了, 总是自己单独在厨房间吃。 那天, 吴先生的举动让我又惊又喜,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吴先生的儿媳还贴心地给我夹菜, 吴先生突然说, 小李是个尽责的好保姆, 这段日子多亏了他细心照顾, 而且最难得的是, 他做的菜我都喜欢吃, 来来, 你们都吃啊。 当着大家的面, 吴先生对我如此肯定, 让我喜不自胜, 就在那一瞬间,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欢聚一堂, 看着这屋子里豪华的装修, 再看看身边的吴先生, 我突然有了个想法。 其实在这之前, 我就觉得吴先生对我有好感, 要不然每次我提借钱的事, 他为什么那么爽快地借给我? 那天晚上, 等吴先生的儿子走后, 我鼓足勇气进了吴先生的房间。 我支支吴吴开口说道, 既然你觉得我人好, 你身边又缺个老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们再一起生活, 好不好? 听了我的话, 吴先生看着我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笑了。 小李, 我已经七十多岁, 老伴走了也十多年了, 你呢, 是个好女人, 老公走后还能如此负责地照顾公婆, 也正因为此, 你提出借钱, 我都没有拒绝, 但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任。 其实, 我愿意借钱给你, 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你在我这里做得很好, 我希望你可以长期留在我这里照顾我, 这样我心里也踏实, 儿子儿媳那边也放心。 原来这才是吴先生最真实的想法, 听他这么说我羞愧地头都抬不起来。 就在那天晚上, 吴先生跟我签订了一个长期合同, 他表示我做得好, 后面继续给我加工资, 我欠的那些钱就用工资慢慢抵扣, 吴先生让我好好休息, 保养好身体。 他对我说, 你上面有老人, 下面有孩子, 你作为中间力量, 一定不能倒下。 听着他的话, 我难为情地笑了, 他的那番话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也是从那天起, 我对以后充满了信心, 既然身边有贵人帮我, 我更应该好好努力, 争取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个人的命数是有因果关系的, 种下什么样的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很多事情看似发生得很突然, 实际上已经是有隐患的了。 生活中每一对夫妻都希望可以白头偕老, 但是往往很多情况下都是丈夫先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是有迹象可循的。 有些人严格自律, 洁身自好, 生活得非常平顺幸福, 有些人放纵自己, 歌舞升停, 最终疾病缠身。 所以,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晚年的生活是否健康安稳。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四种男人往往会比妻子走得早, 通常这四类男人会比妻子走得早一些, 晚年没有什么好结果。 第一种, 一心只顾挣钱, 不顾身体的男人。 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 人这一生最缺什么? 其中有个高赞回答, 缺钱, 为了活得不那么拮据, 必须多赚钱。 诚然,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 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人们承受了很大压力。 很多人认为, 多付出, 多赚钱, 就是对家庭负责, 殊不知,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男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 更是将精力过度投入工作, 忽视了自身健康。 长此以往, 这种过度劳累的生活方式, 就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引发疾病。 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生活, 应该相辅相成, 唯有身体康健, 才能创造幸福。 若是为了那碎银脊梁, 而拖垮自己的身体, 只会本末倒置, 往往得不偿失。 生活中比妻子走得早的男人, 大多是因长期过度劳累, 透支了健康。 人生在世, 健康是万能的资本, 一旦没有了健康, 那一切都是空谈。 当身体出现问题时, 一定要停下来, 好好休息, 及时止损, 才能逐梦未来。 从前, 人们会对一个人勤劳奉献, 牺牲自我的品质, 大家赞同, 但现如今, 多数人都会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终于意识到, 活着不是为了他人, 而是要守护自己, 要更好地爱别人, 首先要有一个好身体, 因为赚一时的金钱, 而掏空自己。 无异于本末倒置, 相比于所赚得的点滴财富, 他们留给亲人的悲痛, 更加剧烈。 有些女性之所以活的长久, 并非是因为她们好吃懒做, 馋于享受, 而是在工作和生活之外, 她们拥有着取悦自我的能力, 愿意花时间去保养身体。 健康的身体, 使人能够更好的前行, 也会赚到更多的钱, 在为了生活负重前行的同时, 也还该拥有属于自我的快乐。 这类女人往往活得更理智。 相反, 有些男人不具备这一认知, 他们拼命干活, 往往只是感动了自己, 却毁掉了身体, 到头来辛苦创造的财富, 留给他人自己能享受的时间, 寥寥无几, 十分可悲。 希望我们都能意识到, 好身体与好生活相辅相成, 赚钱的同时。 别忘了顾及自己, 有钱的时候也别忘了保重身体, 没有了生命, 一切都是空谈, 奋斗也就毫无意义, 建立在健康之上的努力, 才更值得敬佩。 第二种, 沉迷于不良嗜好的男人。 现实中有这么一种人, 他们总是想着一夜报复, 却不愿去为之付出努力, 于是为了达到心理预期, 他们做着各种盲目的赌博行为, 比如买彩票, 渴望一夜报复, 比如赌牌, 渴望一夜报复, 他们总是在赌博, 别人做什么挣钱, 他们就盲目跟风, 从不考虑自己到底会不会, 而后面的结果, 大家也能猜到, 无一例外都亏得一干二净, 当一个人的实力, 配不上自己的野心时, 往往只会把自己推入深渊。 要想真正, 能安稳过日子, 就得远离那些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事。 为什么要远离那些超出我们自己认知能力之外的事物?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掌控。 对于生活,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千万和别人一样, 一夜报复。 这世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 所有人的成功都必然是十年如一日的努力耕耘。 别人能成功并不代表你也可以, 正如赌牌的人一样, 他们哪怕赢了再多的钱, 也会连本带利地全赔出去。 因为赌博的人往往都是不理智的人, 真正理智的人几乎不会去参与这种自己毫无认知的事, 他们不会把一切都寄托于运气, 而是全凭实力去判断, 不是你凭本事得来的东西, 你迟早得还。 回去, 这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种, 喜欢找情人的男人。 一个男人最怕的是晚年的时候找情人, 当一个男人在晚年的时候去找情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会出现问题, 他们的生活也会变得很糟糕。 因为很多人一般在晚年选择了情人以后, 都是不长久了, 除了那些很有钱的人, 剩余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不稳定的。 重要的是, 一旦有了情人, 妻子是不会在乎的, 是不会重视的。 一旦妻子不在乎不重视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不管他们有什么事情, 女人都是不管的。 而此时一旦和情人分开了, 那么男人就会生活得很难, 衣食住行。 很多事情女人都是不在乎和不管的。 当一个女人不在乎和不管的。 时候, 你会发现男人的生活是很难的, 因为现实中很多男人都是在依靠女人, 不管是什么时候, 也不管是什么事情, 特别是生活方面的事情, 都是依靠女人的。 一旦女人完全不在乎的时候, 你会发现男人是不重视的, 男人是不在乎的, 毕竟在女人的眼中, 这个男人就和死了一样。 所以, 我们始终要知道的是, 晚年的时候, 想要以后的生活更好, 那么就不要去找情人了。 蒙田说, 美满姻缘是生活中甜蜜的联合, 充满坚真、 忠诚以及难以计数的友谊和牢靠的帮助, 及相互间的义务。 人到五十岁, 夫妻之间的感情好不好, 将会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 如若夫妻之间无法好好相处, 彼此之间总是冷战。 挨知和争吵, 又或者曾经男人变心, 放纵情感, 不再对婚姻忠诚, 到了五十岁, 婚姻里积累的矛盾和问题, 已经让夫妻之间无法再好好沟通。 如若走到五十岁, 夫妻之失和或者离婚, 导致婚姻破裂, 失去了家庭, 那么在晚年将没有人陪伴, 病了, 没有人在身侧照顾, 孤独了, 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一种幸福很简单, 那便是少来夫妻老来伴, 夫妻之间有爱。 无论晚年的生活是过得平淡还是贫穷, 日子也会过得有烟火气, 生活也会过得有滋有味。 第四种, 长期压抑情感, 缺乏沟通的男人。 心病也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有很多病都是由心而发。 抑郁成疾, 如若不注重心理状态的调整, 总是压力太大, 生气烦闷, 对身体的影响其实很大。 许多男人长期压抑情感, 缺乏沟通, 如不善表达, 情绪不稳定, 孤僻等, 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累积在了心里。 自古便有男儿有泪不轻弹, 似乎作为男人就应该坚强, 不能哭, 不能软弱, 以至于男人将所有的打击, 委屈都沉淀在了心里, 遇到了难处, 遇到了难以扛住的压力, 也只是默默地承担。 时间久了, 男人的心里积压的情绪多了, 他就会变得不快乐, 整个人也会活在负面情绪之中, 久而久之, 可能会活得死气沉沉, 默契浓重, 甚至患上疾病。 一个人背负太多负面的情绪, 郁郁不得志, 日子过得苦, 很容易生病。 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 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 慎主恐惧, 甘处愤怒, 沸惨哀伤。 此外, 紧张压力多半引发肠胃疾病, 常感到生活不如意。 好强的人容易偏头痛, 优柔寡断, 缺乏自信, 通常是糖尿病人的情绪标签。 在以女性为例, 生气不消, 亦得乳腺增生, 长期预计亦患乳腺癌, 忽视女性身份会影响卵巢健康。 历驾紧乱, 夫妻感情不合者, 妇科疾病纠缠, 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 导致免疫系统出问题的情绪排名前期名一次是, 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 一个人会走怎样的路, 其实都是由自己决定的。 真正成功的人往往是谦逊而温和的, 就像是初春的湖面, 处是平和, 淡泊无争, 但又在无声中立万物。 他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也有着极高的修养, 没有尖利的攻击性, 常常令人如暮春风, 心悦成福。 一个人的运气其实离不开嘴, 运气越好的人, 越懂得说话, 会巧妙地说话, 会恰当地说话, 都是一种能力的呈现。 朱伯卢说, 处事。 借多言, 言多必失, 一个人是否能成功, 不仅仅是依靠着上天的眷顾, 更有为人处事的大智慧, 左右逢源, 如鱼得水。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女人厉不厉害, 看她的嘴就知道。 诗人本琼森曾说,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只要你说话, 我就能了解你。 嘴巴是通向心灵的门户, 一时倾诉心事的窗口, 从中吐露的话语便能展示人的内在, 言谈之中往往藏着一个人的修养, 言语之间常常透着一个人的秉性,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她说话的方式既能看出她对生, 活的态度也能决定她一生的命运。 会说话的女人, 三言两语便能彰显自己的魅力, 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将福报尽收于己。 不会说话的女人, 纵使能滔滔不绝且巧舌如簧, 也终究难深入人心, 让好运高飞远走。 女人的命好不好, 其实看她的嘴就知道, 一嘴有多刻薄, 命就有多苦。 佛经有云, 所有人出生, 口中皆含福, 语言是最锋利的武器, 说话尖酸刻薄, 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纪晓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婢女, 说起她的祖母, 待人不错, 就是特别爱骂人, 后来也没发现祖母生了什么病, 舌头却从舌尖烂到了喉咙, 足足几日说不能说。 吃不能吃, 痛苦煎熬之下离开了人世。 纪晓兰补充道, 想来是这位祖母造下的口液太重, 所以唯独舌头会烂, 异常痛苦。 想知道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口德, 如果说话一直口无遮拦, 那日积月累下浮起跑光, 灾祸就来了。 鲁迅在《历论》里讲, 有护人家喜的林子, 邀人赋宴, 众人看了这孩子纷纷贺喜, 主人也十分开心, 独有一人上前看了眼这孩子, 说他终归是会死的。 于是众人合力痛打了此人一番。 不仅如此, 之后的宴席谁也不愿请他来了。 说话幽默不代表刻薄, 给别人难堪, 心中生怨, 其实最终还是会抱在自身, 之所以会犯。 老人不过就是因为 常年累月攒下的旧怨, 一句话得罪同事, 工作就会不顺利, 一句话伤害亲朋, 生活就会不顺心。 二, 运气不好的女人, 逢人爱诉苦, 运气越不好的人, 越爱逢人诉苦。 心态不好, 喜欢诉苦的人总是沉浸在困难之中, 而不是想办法突破自己, 走出困境。 电视剧《欢乐送中》的邱莹莹, 因为为人太过天真, 轻易相信了白主管的甜言蜜语, 最后弄得自己失恋又失业, 情绪一度非常低落。 起初, 他身边的好朋友都耐心安慰他, 陪伴他, 希望他能够尽快振作起来, 可是他总不停地哭诉, 在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时, 抱怨朋友们不理解他, 不迁就他。 在他失业待在家里的时候, 不是暴饮暴食, 就是外放音乐发泄, 丝毫不考虑自己是否影响到了别人。 那段时间的他一味地抱怨, 逢人就诉苦, 沉浸在痛苦之中, 看不到机遇,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生活中的很多人遇到一些挫折之后, 总是在不断地抱怨, 觉得自己时运不济, 怀才不遇, 抱怨命运的不公, 却不愿意从自身寻找原因。 那些总是处于困境中难以走出的人, 往往喜欢诉苦, 其实不断地抱怨不仅会使自己的心态失衡, 也会让自己处于一种不佳的状态, 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 同时也让自己找不到方向, 抓不住机遇。 总有女人在结婚以后, 经常说我老公什么都不是。 或者是我老公是个废物, 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公不如别人, 没有赚钱的本事, 也没能给他幸福的生活。 大多数衡量女人幸福的标准, 是用物质来衡量。 爱情一定要拥有, 但基础是你必须要拥有面包。 正如博洋所说, 夫妻之间或爱人之间, 一旦在人格上瞧不起对方, 爱情就要取笑。 女人开始嫌弃自己的老公, 就开始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她们从来都不会反思, 之所以两个人的婚姻到现在这一步, 有没有她的过错。 都说优秀的男人背后, 一定有个默默无闻的女人。 由此可见, 女人对于男人事业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当一个女人既想要男人在外面叱咤风云, 给自己赚更多的钱, 又想要整天待在家里陪在身边。 你请我。 可能,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 会说话的女人, 内心如有乾坤, 处事能力高。 孙子曰, 赠人已严重于诸玉, 伤人已严重于见己重名。 央视主持人董卿, 不论任何时候听她说话, 都是那么优雅得体, 吐字如蓝, 字字句句入人心扉, 润人心体。 董卿在采访从事七十多年翻译事业的许渊冲老先生时, 由于老九十六岁的老先生行动不便, 董卿为了更好地与老先生交流, 单膝跪地, 与老先生赋尔而言, 可谓心如兰花, 体贴善良。 像董卿这样心地善良的女人, 不但情商高, 更是心地善良的表现。 如果一个女人心如毒蝎, 必然出于恶毒, 不顾他人的感受, 信口开河, 张嘴就来。 哪里还有底线与约束呢? 生活中会说话的女人懂得四两拨千金, 具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德默克利特在这作残篇中写道, 要使人信服, 一句言语常常比黄金更有效。 女人会表达, 能用恰当的语气和方式与他人进行沟通, 以柔和且有力的话语解决矛盾与问题, 甚至能在他人情绪高昂时平息对方的怒火, 稳定他人的情绪, 使得大家能心平气和地一起沟通, 解决问题, 会表达的女人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能找到事情解决的重点, 就像是搬重物, 找到了合适的支点, 用语言当作杠杆, 用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价值。 会说话的女人, 内心如有乾坤, 三两句便能扭转生活中一些人际关系语。 事态的发展, 处事的能力特别高。 好的表达力会让一个女人 在职场和生活中走得更加顺坦。 表达能力是一个女人强有力的武器, 既能踢经斩棘, 退能保护好自己, 女人会说话, 能给人带来好感, 能让人真诚交心。 会说话的这一项能力, 会使得她的人脉越来越广阔。 四、会说话的女人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一个女人命好不好, 过得幸福不幸福, 通常看她的嘴便能知晓几分。 口不择言的生活定然很苦, 言语傲慢的人生必定荒芜。 一个聪明的女人从不会在嘴上逞英雄, 而是用心去对待人生。 会说话的女人是人群中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 静听她说话, 看她做事总有一种美好的风韵。 那些读过的书, 走过的地方, 她都通过自己的语言讲述出来。 会说话的女人往往很有修养, 她们明白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蔡康永说,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这样的人运气就会格外好。 我们发现, 一个女人情绪稳定, 乐观, 又很会说话, 往往家庭都很幸福, 而那些经常抱怨, 口出恶言的女人, 往往过得都不好。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 简单一点就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靠近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家里的女人说话温柔, 充满善意, 那么孩子和丈夫也会受到感染, 家庭的氛围越来越好。 女人一生所有的运势都藏在嘴巴里, 你说过什么样的话, 做过什么样的事,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作为老人, 你觉得孙子与外孙, 哪个更亲呢? 按传统说, 孙子因为是同性, 显得更为亲一些。 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 许多妈妈因为心疼女儿, 从小就帮着带外孙子, 这一代感情就深了, 甚至很多家庭的儿媳都吃醋, 说老人更加疼外孙, 而不喜欢亲孙子。 72岁的王阿姨就有这样的困惑, 18年前, 她因为帮女儿带外孙, 对孙子有所冷淡, 现如今她也想跟儿子孙子亲近, 可儿媳却翻旧账, 跟她说, 要养老, 找你的外孙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关于的她的经历。 自述, 王阿姨72岁, 退休工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从长辈那里听过一个笑话, 说一天有个爷爷, 带着自己的孙子跟外孙子去池塘玩, 这爷爷对着他们说, 你们看, 爷爷给你们变个戏法。 说完就一头闸到河里去了, 一会功夫, 眼见着人影就不见了。 孙子在一旁急得不行, 都要急哭了, 谁知一旁的外孙子却拍着手说, 你看, 你看, 这下你没有爷爷了, 而我的爷爷还在家里躺着呢。 从此以后, 这个爷爷也知道了, 外孙子果然是人家的孩子, 以后他就只喜欢孙子。 听这笑话的时候, 我还小, 跟着长辈一起乐呵, 后来我才体会到故事里的意思。 我跟老伴一辈子恩爱, 我们育有一对儿女, 女儿比儿子之大两岁, 从小女儿乖巧, 儿子显得更加淘气一些, 说实话, 我倒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 在我眼里, 儿子女儿都是我的宝贝。 比起儿子, 女儿谈恋爱的时候, 则显得不太顺利, 前后接触了两个男孩, 我们都不是很满意, 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了女婿, 两个人也挺谈得来, 我跟老伴也看着欢喜, 这才结了婚。 女儿结婚, 陪嫁的东西都是我一手精心准备的, 大到家具电器, 小到被入热水瓶, 我都准备得妥妥当当, 我对亲家那边没有其他要求, 只要一心对我女儿好就行。 后来女儿结婚, 很快便有了孩子, 坐月子的时候, 因为我不放心, 特地跑去照顾。 对于我跟老伴来说, 这是我们头一个孙子, 虽然是外孙, 可在我们心里就是亲孙子, 我们对这个外孙宝贝的不行, 照顾女儿, 我也是格外小心翼翼。 可在亲家母那边, 她因为是第三次做奶奶了, 女婿上面两个哥哥都是生的孙子, 亲家母就显得没有那么细心, 再加上女儿刚生产时人 显得特别焦虑, 总怕照顾不好孩子, 我心里就总放不下, 几乎每天都往女婿家跑。 后来女儿上班, 因为是三班岛, 她担心到了晚上, 女婿一个人照顾不好外孙, 就总是把孩子放到我这里来。 女儿把孩子送我这里, 也是信任我, 再说了, 我也喜欢外孙, 恨不得天天看到他, 这一代不知不觉就带到了五岁, 其实就在外孙三岁那年, 我的孙子也出生了。 比起女儿, 儿媳的身体更好一些, 怀孕的时候也没太大反应, 有时候我要出去买菜, 外孙闹着要去, 我就让儿媳在家帮我看着, 儿媳也挺听话, 她就在家帮我看着外孙, 陪她玩, 我则放心出门买菜回来做饭。 外孙在我们这里的时候, 儿子儿媳对她还是不错的, 到了周末, 儿子儿媳出去逛街, 总会带些零食给外孙, 外孙跟这个舅舅也特别亲, 我也有意识地培养他们亲热, 我想着儿子女儿本来就是一家人, 如果一代代感情深厚, 那就更好了。 当然我也不愿意让儿子儿媳吃亏, 到了周末, 女儿女婿过来, 我也嘱咐女儿带些水果过来分给大家吃, 这样媳想说什么也不好说了。 后来儿媳生孩子, 我也跟女儿打过招呼, 我说, 接下来我要帮着照顾你弟媳坐月子, 女儿虽然嘴上说着她的儿子没人带了, 但还是大方帝表示让我安心去照顾儿媳。 儿媳生完孩子的那一个星期, 亲家母因为不放心, 每天都留在医院, 我则负责买菜送饭, 本来我觉得这样分工不错, 谁知后来我才知道, 儿媳是不放心, 我才故意让亲家母天天在医院的。 后来儿媳怪我厚此薄彼, 比起儿子更心疼女儿, 比起孙子更心疼外孙。 只要外孙放在我们这里带, 儿媳后来就总带着孙子回娘家小住, 儿子本来就无所谓, 只要老婆回娘家, 他就跟着走。 我当时想着, 他们走也好, 说实话, 让我带两个孩子, 我还要做家务, 确实来不及。 现在我在家里带外孙, 孙子由他外婆带, 等孩子大了, 我们都落得轻松, 可没想到儿媳后来憋着一股气, 对于这件事情始终无法释怀。 不知不觉, 外孙跟孙子后来都相继上了幼儿园跟小学, 本来说好我每天去接孩子们放学, 一天我接完了外孙, 又去接孙子, 看着整齐的队伍出来, 就是没有孙子, 后来问了才知道, 那天孙子作业做得不好, 被老师留下了, 要到六点左右才可以放学。 我惦记着要回家做饭, 于是带着外孙就先回去了。 一到家, 我就给儿媳打电话, 把这事告诉了他, 让他下班, 自己去接孩子。 儿媳后来因为这事跟我变了脸, 说我不管孙子, 只管外孙。 这些年要说两个孙子, 我都是喜欢的, 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孙子外孙十岁生日, 我都包了五千元红包, 去年外孙上大学, 我给了一万元, 我想着过两年孙子上大学, 我还是照样包一万元。 可万万没想到, 我一手带大的外孙, 到最后却跟我不亲。 今年年初, 老伴因为身体原因住院, 孩子们工作忙, 我一个人不好弄, 我就想让上大学刚回来的外孙, 跟我们一起去医院, 有他在, 医院里很多事情, 我也方便一些, 谁知这孩子捧着手机, 就是不说话, 他妈妈连问几次, 他就是不点头。 没办法, 后来我只得硬着头皮, 自己带老伴办了住院手续。 住院的那一个星期, 女儿女婿都来了, 儿子儿媳也带着孙子来了, 就唯独外孙没来, 我一问说他找同学去完了, 要好几天才回来, 我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就很难受。 前阵子女儿家请客, 把我们都喊了过去, 饭桌上我们跟亲家老夫妻坐一起, 外孙子难得表现得那么亲热, 口口声声说着, 奶奶你吃, 奶奶你吃。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喊我, 后来才知道他口中的奶奶, 是他的亲奶奶, 而非我这个外婆。 我终于明白, 姓氏真的很重要, 或许在外孙眼里, 外公外婆都是外人, 他爷爷奶奶才是真正的家里人。 有了这个想法, 我曾有意识地跟儿子儿媳是好, 孙子倒还好, 跟我挺亲近的, 平时过来就坐我旁边, 跟我聊学校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距离感, 只是儿媳时不时岔开话题, 问外孙子最近有没有来看我。 我答不上来, 心里也觉得尴尬, 儿媳后来说道, 妈, 对于这个外孙子, 你可以是有功劳的, 从月子里一手拉着大真的不容易, 以后你老了就让你外孙子养你。 我知道儿媳说的是气话, 我也轮不到外孙养我, 我自己有退休工资, 只是儿媳的话一字一句戳我心坎里, 我心里还是觉得很难受。 如今我总是想起小时候听的那个笑话, 现在想来, 果然外孙与孙子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 每天离不开吃喝拉撒, 衣食住行, 其实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总是说民以食为天, 的确如此, 只有食物健康, 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 也能够远离各种疾病的出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保健养生, 而养生的方式也层出不穷, 其中受到大家最喜爱的就是食疗养生了。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八大长寿食物排行榜第一名, 出乎大家意料,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追求养生知识, 也会。 喝养生粥、 养生汤、 养生茶, 其中最受欢迎的则是中医食疗养生方法, 只有大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多吃一些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物, 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 老中医毕生精髓, 有益健康的八种食物, 不妨提前看看, 你吃对了吗? 第八名, 大蒜大蒜是有名的健康食物, 常吃它对身体有很大好处。 常吃大蒜的第一个好处就是, 不容易得一些感染性疾病, 大蒜当中含有物质是非常好的天然抗生素, 对很多致病菌和病毒能够产生很好的抑制作用。 第二个好处, 大蒜对降低血压和血糖有帮助, 它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促进血管扩张, 有降血压, 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另外, 大蒜当中, 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比如心和锡, 这样的矿物质进入到体内之后,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清除自由基, 进而能够发挥出抵御衰老和促进身体康复的作用。 大蒜是药食同源的食物, 经常食用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但注意大蒜素在高温下已被破坏, 失去杀菌作用。 第七名, 西兰花西兰花对肝脏具有保护作用, 这是因为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它含有维生素C几乎是所有蔬菜中最高的, 能够有效地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帮助肝脏减轻负担, 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为肝脏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因此, 常吃西兰花有助于养肝, 平日里肝脏功能不太好的人可以适当补充西兰花。 巴西收西兰花当中丰富的维生素C位肝脏增加保护, 提高肝脏解毒能力, 预防疾病。 很多人或许只是觉得西兰花的口味很不错, 但其实西兰花也是中老年人防癌抗癌的天然保健品之一。 西兰花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硫葡萄糖袋, 这种物质具有有效的抗癌作用, 能够减少各种癌症的发生几率, 如乳腺癌、直肠癌、胃癌等。 而且西兰花的做法非常的简单方便, 平常可以凉拌或者是清蒸, 撒上胶盐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养生保健食物, 可以多吃。 第六名热茶癌症一直是让人感到非常恐惧的身体疾病, 日常生活男人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这话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 女人是惯会伪装的生物, 有些女人为了得到她想要的, 什么违心的甜言蜜语都能够说出来, 很多女人嘴上说着自己很正经, 绝对不会随便,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 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最诚实的, 即使嘴上说着谎, 身体语言却先一步说出了答案。 很多男人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试探一个女人, 到底随不随便, 方法用尽都无法探测一个女人的内心。 但其实要想看这个女人正经与否, 男人只需要看她的身体语言就好。 要知道女人嘴里的话会骗人, 可是她的身体语言却很诚实。 今天将和大家, 大家分享的是女人随不随便, 看她的身体语言就知道。 古语有云, 画虎画皮男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单看面相, 你永远也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是好是坏, 唯有关注细节, 你才不会被欺骗和伤害。 在这个人人都戴着面具生活的时代, 真相就隐藏在细节当中, 用细节说话, 是好是坏, 一目了然。 因此, 在两性关系中, 想知道一个女人随不随便, 看四个细节, 一, 看她的交友情况。 看女人的交友情况, 主要看两个方面, 一是看她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二是看她交往的朋友是男。 男性居多, 还是女性居多?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个女人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说明她就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女人身边的朋友, 对感情都比较随便, 那即便女人一开始不是如此, 她也会受到影响, 从而变得随便。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也是父母从小就希望我们能够和优秀的人交朋友的原因。 不过, 父母可管不了一个成年人的交友, 所以, 就算女人小时候很乖, 很听话, 长大后也有可能被人影响, 变成大家不喜欢的模样。 因此, 想知道一个女人随不随便, 看她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心里就有数了。 除此之外, 你还要看她朋友的男女比例, 如果她身边围绕的都是男性朋友, 她多半就比较随便,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她在长时间和男性朋友相处的过程中, 慢慢就会失了分寸感, 分寸感的丢失就是男女关系变暧昧的根源, 再加上这些也会在无形间影响她和其他人的相处模式, 所以常常会给人带去一种随便的感觉。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很好,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确实, 如果一个女人的朋友都是三观很正, 对感情专一的女人, 那么想必这个女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 她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好色之徒, 对感情也是随便不在乎的态度, 认为可有可无, 那么像这样的女人往往很随便。 所以在感情里, 如果你无法判断你爱的女人, 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时, 就看看她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 如果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事业, 也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感情, 那么你爱的女人她肯定也不会差。 但是如果你爱的女人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一段稳定的感情, 隔三差五就换男朋友, 那么你爱的女人也必然好不到哪里去。 二看她能否经受得住物质的诱惑。 经常看到这样的街头采访, 如果给你五百万, 让你和现在的男友或老公分手, 你会接受吗? 被采访者或真或假的回答, 网友们开玩笑说, 当然话了, 男人哪有钱靠得住? 不过玩笑归玩笑, 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面对物质的诱惑, 选择金钱, 放弃感情是会被人所不齿的。 看一个女人是否随便, 就看她能否经受得住物质的诱惑, 轻易出卖自己的感情。 为什么说环枣随便呢? 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在感情里毫无底线的人。 海藻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 对感情更是看不清。 小辈对海藻的要求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她觉得小辈拒绝借钱给姐姐就是变了。 而宋思明可以轻松用自己的资源 帮海藻解决问题, 海藻要钱她就给钱, 海藻要衣服包包她就给卡, 让她随便刷。 在海藻心里, 宋无所不能。 园助理, 姐姐问海藻对宋思明到底是什么感情时, 海藻说, 我还是有一些喜欢她的, 海藻的喜欢和爱都是建立在这个男人 是否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之上的。 但真正的爱是什么? 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们都 能彼此忠诚, 不离不弃。 一个经不住物质诱惑的人, 本质上是虚荣的。 虽然每个人都爱钱, 但随便的女人更爱钱。 随便的女人不止爱钱, 她还会为了钱做出很多比较过激的行为。 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甘愿当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 有几个是因为真爱的。 绝大多数人也只是为了钱罢了。 为了钱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为了钱上去践踏道德的底线的女人, 可想而知有多随便。 都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女人不是君子, 但也应该以正确的手段来获取钱财上的满足。 如果女人一直都把金钱放在第一位, 并且会为了钱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她必然是随便的。 遇到这样的女人, 男人就算很喜欢, 也不能甘当她的提款机。 男人要明白, 早日远离一个见钱眼开, 唯利是图的随便女人, 你才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三, 随便的女人会肆无忌惮地和异性接触。 随便的女人除了会主动靠近异性之外, 甚至还会肆无忌惮地和异性接触。 比如说简单地牵手、拥抱等等, 显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女人。 所谓的开放, 即女人可以和男人打成一片, 而且会夹杂着随意的动作, 包括一些暧昧的举动, 同时和异性保持非常亲密的接触。 如果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随意地和男人搂搂抱抱, 甚至是随意地接吻等等, 有时候也会出现脚踏几只船的情况, 一些女人太放得开, 完全不在意和异性肢体接触, 哪怕是不怎么。 熟悉的异性和异性很聊得开, 完全不顾忌男女生之间是否合适聊这些, 一些难于其耻的话, 在这种女生嘴里毫无遮拦地就脱口而出。 和男生出去玩, 一点都不顾忌自己是个女生方不方便, 哪怕是一群男生只有一个女生, 尽管男生们的言语都很轻浮, 动手动脚, 这种女生也毫无顾忌, 自然玩得很嗨, 喝酒泡吧, 三更半夜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性格, 豪放洒脱, 这就是随便。 随便的女人就是这样, 因为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是没有真挚可言的, 当你觉得不可思议时, 她们早已经看清楚了爱情的模样, 亦或者已经受了很多刺伤,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可是遇到了这样的女人以后, 我们仍旧要学会保持距离。 也别再傻乎乎地爱下去了, 因为你没办法征服这样的女人, 唯有远离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四, 眼神交流变真假,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的眼睛是最不会说谎的, 所以两个人说话时都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 好像这样说出的话会更有说服力, 所以才有了看着我的眼睛告诉你自己, 我有多爱你, 才有了我的眼里都是你的小情话。 前段时间, 一对小情侣吵架, 吵到一半, 可能彼此都觉得彼此很喜欢对方, 女孩突然就不吵了, 这时男孩突然就对女孩说了一句对不起。 就在这时, 男孩对女孩说起了情话, 可是却始终不敢看女孩的眼睛。 女孩问他,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男孩支支吾吾半天没说话, 不要刻意去试探女人, 让彼此都很烦。 如果实在确定不了这段感情的真诚度, 可以观察观察自己的女朋友在和别的异性说话时的眼神交流, 和对你自己说话时眼神的坚定。 如果当你问起他为什么时, 他的眼神是飘忽不定的, 那么你的猜测就是对的了。 女人最重要的一定是品质, 一个女人有一个好的品质, 非常的重要。 有品质的女人能给男人, 男人一种安全感, 能保证婚姻的质量。 这样的女人懂得人生的方向, 有一个自己的对未来的规划。 她们知道爱情的真正义, 想要一份真挚的爱情。 而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没有任何的品质可言, 在她们的意识里,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这样的思维会导致她们越来越不值钱。 其实, 女人之间的差距不在于颜值, 而在于品。 制品质好的女人, 人人尊敬, 男人越来越疼爱, 家庭越来越和谐。 咖啡和茶同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它们同样能够提供咖啡因, 让我们保持活力。 茶文化在中国远远流长, 并且喝茶人数比较多, 适用人群广泛。 咖啡来源西方, 咖啡是用经过烘焙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 受到年轻人喜爱。 那么, 茶和咖啡究竟数好数坏?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咖啡茶和寿命的关系, 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如果你感觉疲惫, 需要提神, 你会怎么办? 喝咖啡还是喝茶?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两种提神饮料。 在西方, 咖啡有着悠久的。 历史, 而茶的存在也让东方人觉得骄傲, 但喜欢喝茶和喜欢喝咖啡的人却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都表示自己更加健康。 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哪个更健康? 一, 喝茶的好处, 茶叶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 根据研究, 大概有三百多种营养元素, 而且茶叶中含有的蛋白质、 脂肪以及十多种的维生素, 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 VB组维生素, 维生素C, 维生素P等, 还有茶多酸, 茶碱, 粗纤维, 叶绿素, 咖啡简导, 在我看来, 茶对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种健康的喝水方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人每天应该喝水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毫升, 有人就会觉得水没味儿, 喝多了反胃, 所以不爱喝茶就不一样了, 不管什么季节, 不管什么口味, 总归是在水里加了点味道, 并且喝茶就是一件陶冶情操的事情, 没了足量喝水的任务感, 茶叶是含浮较多的, 而人体是需要适量浮的, 浮不仅有利于盖在骨骼上的钙化, 还有利于牙齿健康, 孵化钙是硬度高, 耐腐蚀的, 在牙齿表面有一层孵化钙, 会有效预防取齿, 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 在高寒浮地区, 担心的就是牙齿钙化, 不完整的浮斑芽了, 茶多酚是一种茶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总称,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研究数据表明, 茶多酚对癌症、 抗衰老、 抗辐射都有积极的作用, 当然, 考虑到剂量的问题, 喝茶, 啊, 可能不太容易达到有效剂量, 但总归是好东西, 至少喝到体内, 其消除自由基的能力, 还是会发挥一点的, 二, 喝咖啡的好处, 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 存在于咖啡、 茶和其他饮料和食品中, 人们早就知道它对身体有积极的影响, 包括改善血液循管, 咖啡因可以通过扩张血管, 让更多的血液流过血管, 来增加血液流量, 这种增加的血液流量, 有助于改善肌肉和器官的氧气输送, 从而提高性能和能量水平, 它还可以帮助减少炎症, 从而改善整体健康, 除了增加血液流动, 咖啡因还可以帮助减少疲劳和提高警觉, 它可以通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来提高警觉, 从而提高注意力和集中度, 这有助于提高心理, 表现, 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 酸是咖啡豆中天然存在的化合物, 这些酸有助于降低高血压或高血压的风险, 通过降低血压, 这些酸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咖啡中最常见的酸是绿原酸, 奎宁酸和柠檬酸, 绿原酸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减少炎症, 而奎宁酸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 柠檬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从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除了这些酸, 咖啡还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 它可以帮助降低压力水平, 这也有助于降低血压, 现在有研究表明, 喝咖啡可以加速燃烧脂肪, 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咖啡因和绿原酸两种成分, 咖啡因可以加速身体新陈代谢, 还能帮助一线分泌脂肪酶, 有助于分解脂肪, 达到燃烧脂肪的作用, 而绿原酸是一种多酸, 可以促进脂质代谢, 防止脂肪堆积在体内, 还能燃烧脂肪, 达到减肥瘦身的作用, 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发表研究, 对于50万人进行跟踪研究, 随访11年, 分别观察不喝咖啡, 适量喝咖啡, 大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结果发现, 比起那些从来不喝咖啡的人, 如果每天坚持喝适量的咖啡, 那么这部分喝适量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降低17%, 脑中风风险降低21%,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2%,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 适量饮用, 咖啡更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如果饮用过多, 很可能会造成心血管健康受损, 三, 中国的茶余, 西方咖啡到底谁更健康呢? 研究结果公布, 2020年12月,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刊登了一项 由中国医学科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东风院士团队发表的研究, 研究发现, 每周喝茶次数超过三次, 能降低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 研究人员从中国15个省份的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项目中纳入了00902名没有中风, 心脏病或癌症病史的普通中国成年人并将他们分成两组 一组是经常喝茶的, 另一组则从不或不习惯喝茶 在期, 三年的随访期间, 共记录3683例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事件, 1477例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死亡和5479例全因死亡。 研究数据显示, 与从不或不习惯喝茶的人相比, 经常喝茶的人患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20%, 死于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22%,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15%。 在50岁的时候, 与从不或不习惯喝茶的人相比, 经常喝茶的人患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年龄晚了1%, 41年, 预期寿命增加了1%, 26年, 经常喝茶的人49%爱喝绿茶, 8%爱喝红茶, 其余43%爱喝花茶。 研究人员, 发现习惯喝绿茶的人,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 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 4. 咖啡喝茶虽然好, 为了健康还得注意这几点。 虽然喝茶, 喝咖啡的好处这么多, 很多人也天天喝, 但是却没有喝对。 1. 喝太多茶和咖啡, 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把茶和咖啡当水喝, 所谓过犹不及, 再好的东西也要适可而止。 因此, 喝茶、 喝咖啡也要讲究各度。 对于成年人来说, 泡茶喝茶时不宜过浓。 茶叶每天冲泡不超过12克, 分3至4次冲泡。 喝太浓的茶可能会增加胃病甚至胃癌风险, 还含有较高的福, 喝多了有可能诱发结石。 而咖啡的饮用量在3至5杯, 即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 特别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对咖啡因较为敏感, 如果喝茶或咖啡后容易出现心跳加快甚至心慌的情况, 就要少喝甚至是不喝。 研究发现, 每天喝4杯以上的咖啡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 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会增加血压和收缩血管, 使血管更容易硬化。 此外, 咖啡还含有其他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会增加体内炎症, 也会导致动脉硬化。 2、 喝太烫的茶或咖啡和温度过高的茶或咖啡, 可能会灼伤食道粘膜, 增加食管癌、胃癌的风险。 食管的表面覆盖着胶嫩的粘膜, 食物的温度对它有很大影响, 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最合适。 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勉强能耐受, 65摄氏度以上会造成烫伤。 不要觉得65摄氏度温度很高, 刚泡好的茶或咖啡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温度了。 3、 不宜空腹喝茶或咖啡。 喝茶不宜空腹食用。 茶水对胃肠有刺激作用, 空腹喝茶会刺激胃肠, 容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对胃肠损伤严重。 人喝醉之后喝茶, 很容易加重心脏负担。 特别是夏天喜欢喝酒, 吃烧烤的人要注意喝酒后不宜喝茶, 可以吃水果、小口喝醋等方式解酒。 茶叶中尤其是绿茶、 茶多酚、 咖啡碱等含量很高, 如果空腹饮用, 部分活性物质会与胃中的蛋白结合, 对胃形成刺激, 容易伤胃, 也更容易出现性。 慌、头晕等现象。 空腹喝咖啡可以刺激交感神经, 缓解疲劳, 但食欲会下降, 引起胃部不适, 甚至引发胃炎, 加重胃肠道的负担, 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 长期空腹喝咖啡还会导致恶心、 腹胀等情况。